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洋晴富 我是辛丞璇 我是李孟希 我是張婉珍 我是吳朱玉 然後我們的隊名是 NTNUSP SPLAB SPLAB 30萬是我們的 我們的作品是做公分等級的衛星定位 然後因為公分等級所以它有兩個功用 傳統上是來做一些土木兩側 那現在我們把成本降低之後 希望可以做一些自然災害防治的監控 當然其實我們早上因為有非常多的團隊來參加 所以我們早上也逛了蠻多的團隊 所以其實有看到蠻多不同的作品 然後也有跟他們問 其實也知道很多不一樣的人他們在做的事情 然後下午的評審過程其實也有被指教蠻多地方的 所以相信之後也是可以我們改正的地方 OK 那首先當然是有這個比賽 首先就是獎金非常的好 所以當然就是希望我們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名次 然後再來就是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能夠看到很多不同的作品 然後大家怎麼使用這些平台 然後最後就是 就是有比這個評審的過程 當然也能夠讓我們進步的更快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次做的產品的突破點在於說 其實過去也有公分等級定位的產品 但是一台大概五十萬左右 那我們現在能夠cost down 大概一台硬體成本大概可能在一萬塊以下 然後另外我們的突破點是說 我們的架構不一樣了 以前是說可能我只想要知道 算出一個站的它的座標的位置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情 運算這件事情放到雲端來做 所以我們可以一次算好多個站 然後一次看到好多站的結果 再加上成本壓低之後 我們可以做大範圍的監控 以前可能只能做一兩個點的量測 所以這是我們最大的突破點的所在這樣子 然後今天demo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在新北市政府外面的市民廣場 我們有實際去架兩個站 然後我們有實際去做一個實驗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收進來 所以我現在用影片來呈現 好 然後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會需要有兩個站 會能夠定義到公分等級是因為有兩個站 那一個是參考站 一個是我們的監測站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有搭配兩個這個 算是接收器 然後還有傳輸模組 那我們把這兩個站的資料 全部都傳送到雲端後面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是影片的部分 然後這是我們在我們市大點頭做的實驗 然後我們就有兩站 像我說到我們有一個參考站跟一個監控站 然後我們是都把兩站資料 傳回去雲端做計算 那現在我們這個做的實驗是說 我們讓一位同學 沿著地上已經貼好的定位點 我們一直重複走同樣的軌跡 然後我們想要看出 定位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然後呢 我們把兩站資料 剛剛說我們把兩站資料 都送回去伺服器算之後呢 不只在伺服器算完 然後我們也會把算完的結果 再送回到使用者上 所以使用者也可以 即時看到這個定位的結果 所以我們把這個資料賺到 那是個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